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 中国共产党为了取得政权 浴血奋战了28年 为革命献身的革命战士数以千万计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政权 在这个新政权中 中国共产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 毛泽东在世时有一种通行的说法 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 党是领导一切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 毛泽东试世时 中国共产党有3500万名党员 在个人服从组织 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 所有的党员必须信奉一个思想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所有的党员必须执行一条路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所有的党员必须遵从一个领袖 毛泽东 由于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 所以不仅共产党员这样做 也要求全民这样做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建立的 苏共在建党时 曾经有过尖锐的意见分歧 列宁主张把党建成有组织的部队 马尔托夫等主张把党建成一种不定型的东西 所谓一种不定型东西 就是我今天赞成党的纲领和政策 就可以自行列明入党 明天我不同意党的纲领和政策 我就不是党员 这类似西方国家的政党 在争论中 列宁的意见得到了支持 没有这种组织严密的 有铁的纪律的党 就不可能夺取政权 但是 党内只有个人服从组织 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 党内不同意见很难发表 对党的领导人权力的制衡力量很微弱 以后历史证明 这种组织严密的 有铁的纪律的党 成为最高领导人实行专断的工具 成为极权政治的工具 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 民意上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 和由他产生的委员会 实际上 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及常委 均由上一级任命 在干部任命等一切重大问题上 党的第一把手有绝对的权力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特征 一是它在新中国成立后 一直处于执政地位 按照党的理论 共产党执政一直到国家消亡 共产主义实现为止 二是党的机构全部国家化了 党的专职干部就是国家干部 他们的工资由国家财政开支 党的活动经费也由国家财政支出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是 民主集中制 但到了毛泽东晚年 只有集中没有民主 民主只不过是集中的手段而已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 党外再没有人敢于批评共产党 1959年 党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后 党内也不敢批评领导人 不敢批评党的政策 各级都是一元化一言堂 各级党委书记都成了家长 毛泽东是全党最大的家长 党的各级领导人 既缺乏党外监督 又缺乏党内监督 从1957年以后 党内特权开始严重发展 长期以来 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看法 靠民主集中制来解决 即通过协商讨论 少数服从多数 在通常情况下 不同看法靠毛泽东一锤定音 而对重大问题的争论 是靠路线斗争来解决的 所谓路线斗争 就是不同意见双方互不让步 最终是一批人战胜另一批人 执行错误路线的一批人下台 坚持正确路线的一批人上台 这种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 有时是你死我活的 因为路线斗争 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应 自从毛泽东有了绝对权利以后 路线斗争 常常成为它用来打击一己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 是领导中国的唯一政治集团 中国虽然也有民主党派 但这些民主党派 都不以取得执政地位为目的 都以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 他们和中国共产党 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 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他们被称之为参政党 这些民主党派的第一把手 是中国共产党派进去的 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民主党派内 设立中国共产党的党组 作为民主党派的核心 从经济上 他们是靠共产党 用国家财政拨款养货的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 中国的民主党派都不是政党 而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具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 慷慨激昂地提出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结果呢 还是一党专政 只不过是用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取代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这两个党在建立之初 都曾得到过苏联共产党的帮助 都从苏联共产党那里 吸取了组织经验 都是奉行 一个党 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的原则 当然 两党的宗旨是不同的 中国共产党宣称 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 没有党的利益 按照社会学的看法 一个集团 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 就不可能成为集团 按照社会学家的看法 在二十世纪末期 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 它除了谋求国家的利益以外 因为它是执政党 也得顾及本身的利益 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 是中国的客观存在 谁也不能忽视 要解决中国的问题 就得面对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 就得处理好这个集团的 种种利益关系 党指挥枪 还是枪指挥党 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 是靠军队来维持的 这支军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从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 这支军队 共歼灭了蒋介石掌握的 国民党军807万人 实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一支世界上 无与伦比的庞大军队 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末 即1949年6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有400万人 到1950年7月 又增加到500万人 1951年 人数为历史上最多 即611万人 朝鲜战争以后 还一直维持在400万人以上 一直到1985年6月 邓小平决定裁军100万 人数降低到330万人 除了这支庞大的常备军以外 一旦战争需要 还可以随时召集 数以千万计的预备一军人 这是一支由多兵种合成的强大军队 它不仅有陆军 还有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八十年代撤销、防化兵、通讯兵和战略导弹部队 这支多兵种高度合成化的部队 其火力、防护力、突击力、机动力和快速反应能力都相当强大 这是一支由庞大的军事科研队伍支撑的部队 全国有数以百计的国防科研机构和100多所军事院校 国防科研机构几乎囊括了工科院校所有的优秀人才 这是一支由整个国家的重工业为后盾的军队 毛泽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出于备战的需要 一旦需要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汽车拖拉机工业 很快就可以转为军事工业 毛泽东时代的很多武器装备 都是在民用工厂里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生产的 毛泽东时代的军费不包括军工动员的费用 筑工动员就是用强制命令向民用工厂下达军事装备的生产任务 要求按时按制完成 不计成本 民用产品要为军工动员产品让路 费用由民用工厂承担 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手里 在毛泽东帝国 是党指挥枪 党指挥枪不是一项空洞的原则 不仅是靠军官们对党的忠诚 更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帅全军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 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 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中央军委的成员 军队的主要干部都由中央军委任命 各级军队都有党的组织 支部建在连上 军事干部都是同级党委的成员 部队的重大事情都由党委讨论批准 从上到下 党组织无处不在 无处不起领导作用 这些是党指挥枪的重要组织保证 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使每一个战士都知道党指挥枪的原则 战士成立军人委员会 可以对干部进行监督 此外 毛泽东还采用中国历代的兼军制 并进行了完善 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兼军办法 一 兵无常帅 帅无常兵 军官调动频繁 这样 上级军官和下级军官之间 军官和战士之间 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 这就防止军队变成个别军官的私家军队 在一支军队内部 也不可能进行对抗中央的密谋 二 带兵的不能调兵 调兵的不能带兵 军长和军长以下的各级带兵的军官 不能自行带领属下的部队移动 作战部队 一个营的调动 需要中央军委批准 生产经营部队 一个团的调动 要经过总参谋部批准 另一方面 有调兵权的人 不经批准 不能自己到一个部队里去带兵 调兵权和带兵权分离 使每一支军队只能在划定的住房范围内活动 不可能进行中央指定以外的军事行动 三 不能一个人单独调兵 军队调动由集体决定 中央军委调兵 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而是集体研究 集体决定 中央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四 军饷和装备由中央统一攻击 不能就地筹饷 过去军阀割据 其中一个原因是 军阀在自己管辖的地盘里筹饷 它可以在辖地内成为自己自足的独立王国 地盘大 军饷就充足 就可以进一步扩充军队 因此就有军阀间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饷 由总后勤部统一攻击 一律吃黄粮 军队自己不能就地筹饷 五 驻军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分离 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分离 在军阀时代 地方军政合一 军事长官就是行政长官 他们既凭借自己军事实力和中央分庭抗礼 又凭借自己的行政职务 对百姓发号施令 毛泽东时代 地方长官没有军事实力 只能听命于中央 军事长官没有行政权力 不能号令百姓 中央对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分别控制 并让两者相互监督 这样地方实行军事割据就无可能 虽然地方党委的主要负责人 兼任当地驻军政委 当地驻军主要负责人参加驻地党委 但这只是一种相互沟通 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还是经未分明 六 双掌制 即同一部队有两个一把手 军长和政委都是一把手 两人平起平坐 两人都对上级党委负责 两人有相互制衡作用 他们很难齐心协力进行谋反 七 司 政 后 分立 军队里的作战指挥 干部和考核任免 后勤保障 分别由司令部 政治部和后勤部 各自负责 三者都服从同级党委领导 同时接受上一级对口部门的业务指导 八 强肝弱智 在军队部署上 首都附近的军事力量大于任何一个地区的军事力量 万一个别地方出现问题 中央可以凭借具有压倒优势的首都军事力量 讨伐叛逆 驻首都以外的部队 包括军事首长带一支枪进入首都 要经过批准 空海军的飞机不能飞越首都上空 由于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所以说是党指挥枪 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 也就是毛泽东指挥枪 说到底 还是毛泽东拿着枪来指挥党 再通过党控制全民 军委主席这个职务是中国的权力之柄 谁握住了这个柄 谁就有可能保持或改变中国的面貌 极其严密的思想控制 与党权、政权、军权、经济权高度集中相适应的 是舆论高度集中、高度统一 实行全体一致的喜笑怒骂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 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 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 政府既垄断了信息 又垄断了真理 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 又是信息中心 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都集中一切智慧 权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 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极尽才华 歌颂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 一切新闻机构都夜以继日地发布 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的新闻 从幼儿园到大学 都把数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任务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 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 时时刻刻都在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 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 也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 组织灌输更有效 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 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 一层控制一层 一层效忠一层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 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 表彰和批评 奖励与惩罚 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 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 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 抓紧两杆子 枪杆子、笔杆子 打天下和治天下 都要靠这两杆子 笔杆子就是一切舆论工具 抓紧笔杆子就是掌握动员资源 就是控制思想 把笔杆子和枪杆子并列 可见其对思想控制的重视程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 就用共产主义思想 作为全国的统一思想 要求全国人民完全地 永远地服从共产主义这个目标 让每个人都知道 为全人类的最高理想地实现 牺牲小我、顾全大我 是必要的、光荣的、高尚的 不愿为大我做出牺牲 是可耻的 关于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学说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后一个比前一个进步 后一个必然取代前一个 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 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个人利益、个人生命 在历史规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 为此 一方面不让知识分子发表与共产主义不同的言论 另一方面对广大群众强力灌输共产主义 一切舆论工具、一切图书、一切讲坛、一切会议 都灌输共产主义理想 批判与之不同的思想 广大群众 特别是无知青年 只能听到一种声音 只知道一种理论 使他们的思想变得十分纯洁 他们的爱憎 分明而强烈 这些纯洁的青年 实际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 他们又是排斥打击 非共产主义思想的 真诚、坚定、强大的力量 在政治运动中 他们是狂热分子 是制造过激行为的主力 当时只有两张全国发行的大报 一张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人民日报 另一张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 这两张报纸除了风格略有差异以外 指导思想完全一样 各省在省委直接领导下有一张报纸 除了省委审定的地方新闻以外 其他内容和人民日报没有不同 各家报纸的社长、总编辑 全都是上级党委任命的 发什么、不发什么 全由上级党组织决定 党报的编辑记者要遵守党的宣传纪律 为了避免犯错误 各省报纸的夜班编辑 在每晚确定版面时 都要打电话和人民日报夜班编辑对表 以求版面语言的一致 在相当多情况下 同一天 全国所有的报纸的第一版的稿件、标题、排版几乎完全一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也绝对是中共中央的喉舌 重要稿件虽然选题是上级定的 但稿件还要送审 审稿者要考虑的方面虽然很多 但是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 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 是降低还是提高领导人的威信 是决定稿件能否发表的最为根本的原则 外国的真实情况 工作中的负面情况 不让老百姓知道 老百姓不能收听境外电台的广播 除了国家设立强大的干扰电台以外 还以偷听敌台的罪名逮捕、判刑 偷听美国之音是了不得的罪名 那时老百姓很少有收音机 有收音机也不让有短播 当时中国也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如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 简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 但研究的选题、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成果的发表 都有党的官员决定 研究人员不能自由地思考 不能独立地研究 不能对真理进行寻根究底的探讨 对官方意见的注视、论证、辩护 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目标 当时也有一些学术刊物 如哲学研究、经济研究等 但这些刊物牢牢地控制在党政官员手中 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工具 全国各地图书馆 一切与中共中央意见不一致的书刊 都拿下了书架 有的封存、有的销毁 我就读的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 但是能借到的除了自然科学的书以外 只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书 其他的书一本也看不到 当时我们不知道 清华大学曾有过陈寅克、吴密这样的大师 只是从毛泽东著作中 知道了值得骄傲的文艺多和朱自清 中国的文化艺术 被当作革命事业这架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当时的文艺作品绝大部分是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 神话领袖、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是文艺工作者的主要任务 如果说报刊从舆论上、社会科学从理论上 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的话 那么文艺则从情感上 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 动员人们忠于毛泽东 中国的文艺在神话领袖方面起了其他舆论工具无可比拟的作用 中国的文艺是造神文艺 毛泽东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态度 讲到秦始皇焚书坑儒 认为秦始皇只坑了几百人 而我们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 这是实话实说 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初 几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学者专家 都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没有这样做而又保全了性命的 只有梁树民陈寅克等极少数人 在1956年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 又对思想界进行了整肃 近60万不服从统一思想的知识分子 被打成右派分子 一场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 更加强了思想的统一 除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整肃以外 在经常情况下 靠文化官僚阶层来保持思想的统一 文化官僚阶层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掌管者 他们把当权者的政治目标 从上到下地贯彻到整个思想文化空间 左右着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 文化官僚中 有些人本来就是知识分子 他们被唯一管理意识形态的重任以后 就不再从事知识创造工作 本人也放弃了独立思想 转而 专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监督 实实在在地掌握着 知识分子产品的发布权 文化官僚阶层 不仅存在于政府管理文化的部门 还在各个文化专业的领导岗位上 在知识生产的第一线进行监督 在那个时代 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 一切文化教育都为一个目标服务 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 全国上下 真正做到了舆论疑虑 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 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 实现全体一致的喜笑怒骂 那时 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 只有一个理论权威 他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 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 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 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 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 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 谁的权力最大 谁就是真理的化身 谁发表不同的意见 谁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独立思考也会招来横祸 大批无知者相信 毛泽东会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天堂 大批干部自认为 是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而奋斗的重任在身 是替天行道 在忙得无暇进行说服的情况下 他们对不顺从者施暴是理所当然的 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和身份社会 在毛泽东时代 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 都执行同样的政策 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 都喊同样的口号 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 在相同的时间内 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 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 在广东省的一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 是一个相似型 广东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 和黑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 没有多大差别 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 使社会结构稳定 社会成员角色简单 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征同一化 政府机构金字塔 城市结构金字塔 农村结构金字塔 构成一座庞大无比的金字塔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某一层金字塔的一个网眼中 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 改革以前是一种身份社会 身份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等级 身份一经确定就很难改变 它决定这个人一生的命运 身份是对既有的利益地位的固化 那时中国人有以下几种身份 在以阶级斗争为刚指导思想下的政治身份 在农村 地主 富农 中农 下中农 贫农 雇农 在城市 革命干部 革命军人 劣势家属 工人 城市平民 店员 小业主 手工业者 职员 高级职员 资产阶级 工商业间地主 等等 此外 在城乡 还有反革命分子 坏分子 右派分子 文化大革命中 地富反坏右 被称为黑五类 另外还加上了走资派这种身份 毛泽东认为 知识分子的世界观 基本是资产阶级的 人们在口头上 就把地 富 反 坏 右 资本家 走资派 可教育子女 知识分子 排成一个系列 知识分子名列第九 自嘲为 臭老九 其中可教育子女 是指走资派的子女 和地富子女 这种身份系列 把人从政治上 化为上 中 下三等 下等身份的人 得不到官方和公众的信任 人们不敢与他们亲近 上中等身份的人 不愿意与下等身份的家庭通婚 相当多的地富子女 只好打光棍 一旦发生了什么政治案件 或刑事案件 下等身份的人 常常是被怀疑和被审查的对象 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治歧视 对他们形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 家庭中始终笼罩着阴影 连未成年的孩子 也有严重的自卑感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 总是发动身份好的 批判和打击身份不好的 身份不好的 总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 从而更加强化了 不同身份之间的政治界限 政治身份带有先天的 不可逾越的性质 有的还有继承性 如地富子女 就是继承的身份 城乡分割 造就的户籍身份 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 是两种不同的身份 这就是户籍身份 有城市户口身份的人 除了可以享受 现代物质文明以外 还可以比农村户口 享有更多的优惠 就业优惠 城镇户口可以得到就业指标 经济优惠 买东西可以得到种种物价补贴 有城市户口的人 可以得到城乡差别 工农差别所带来的利益 而这种利益是世袭的 一个出生婴儿 就可以享受到 城市户口的优越性 户籍身份 把城里人和乡里人 化成两个等级差别 很大的阶层 这两种身份的人 基本上是不通婚的 如果一个个城里男子 找一个个农村户口的女子为妻 这个家庭就注定不幸 他的妻子在城里 不可能有工作机会 他们的子女 也随母亲而成为 农村户口身份的人 就城市户口而言 中央直辖市 省辖市 地级市 县级市的户口 也有很大差别 从上一个级别的城市 可以向下一个级别的城市调动 从下一级城市调到上一级城市 就非常困难 那时 由于夫妻分处在 不同等级的户口地区 十年二十年调不到一起的 是常事 在八十年代初 仅厂矿企业 全国就有六百万对夫妻 分居两地 这些牛郎之女 每年团聚一次 要乘满五万节火车厢 挤满十万辆公共汽车 一年的家庭积累 全部都交给了铁路 国家 一年还要支付23亿元 由于户籍身份的限制 人才不能流动 一些有才能的人 得不到施展的条件 需要人才的单位 得不到人才 中国杂技团 应受近金户口的限制 除1953年 面向全国招收过一次学员外 三十多年 一直被限定在 只能在北京招人 面对巨金 仅有200多公里的 杂技之乡 河北省吴桥的尖子演员 也只能旺财兴探 僵化的人事制度 造就的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 在人事管理中 工人和干部 是两种不同的身份 干部编制属人事部门管理 工人编制属劳动部门管理 这两种编制 是不能跨越的 工人编制的人 很难进入干部编制 干部编制的人除非犯了错误 是不会转入工人编制的 这种情况在军队里也很明显 干部和战事的界限也不能逾越 当了排长才进入了干部系列 服役期满 干部转业 到地方还是干部身份 不管是农村来的 还是城市来的 都可以吃商品粮 战事服役期满 只能复原 原来是工人的 还回去当工人 原来是农民的 还回去当农民 干部是管理者 是官员 工人是被管理者 是群众 前者是有权力的 后者是受权力管辖的 这两种不同身份的人 在工资类别 福利待遇 住房面积 医疗退休待遇等方面 都有很大区别 干部的发展机会比工人多 社会声望也高低不同 所以工人如果能够转为干部 那是很重要的身份跨越 但是绝大多数工人 是很难跨越的 其难度不亚于 从农民跨越到工人 因单位的资源 占有多少不同 而形成的单位身份 与此相关的是 某人工作单位的行政级别 对他的身份也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僵化的人事管理制度 多数人一辈子只在一个单位工作 一个人如果脱离了单位 就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 一个人的生活水平 社会地位都与单位有关 单位的级别高 地位高 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地位 也随之高 不同单位之间 在资源地位声望等方面的差别 都落实到每一个员工身上 在中央单位工作的人 和在省级单位工作的人 身份不同 在省里工作的人 和在县里工作的人 身份也不相同 过去 企业分为局级企业 处级企业 科级企业 这种划分是以其占有 和支配资源多少 为依据 实际上 这种单位行政级别 既是权力层次的表现 也是对资源控制多少的表现 控制资源多的单位 接近权力中心的单位 社会地位就高 其职工的社会地位 也相应较高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 已经没有私有制了 但有全民所有制 和集体所有制 在集体所有制中 因企业创办单位的背景不同 又分为大集体属二清系统管辖 接办工厂 属街道管辖等 高低不同的情况 当时的看法是 全民所有制 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 高级形式 集体所有制 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 低级形式 后者是在前者的领导 和支配下进行生产的 在城市工业中 集体所有制 也比全民所有制 低一个等级 在这两种 不同所有制单位 工作的职工 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 是有差别的 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 很难调到全民所有制单位 当然 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 谁也不愿意调到 集体企业去工作 那时工作在国营企业 集体企业 街道企业的职工 工资 福利 医疗及养老保障 有很大差别 在社会声望上 也高低不同 国营企业职工 集体企业职工 街道工厂职工 是高低不同 是高低不同的社会身份 制度可以分为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 也可以称之为软制度 前面说的都是属于有形制度 无形制度是指两个方面的结合 一是思想灌输所形成的价值体系 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 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 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力 常常超过有形制度 毛泽东所建立的价值体系 是由共产主义理想 阶级斗争学说 永不停息的斗争哲学 过分强调的人的主观能动性 牺牲个人保证集体的道德观等 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构成的 信仰 哲学 政治学 经济学 道德观等 构成了一整套价值体系 这一价值体系 是通过所有的舆论工具 长期灌输 深入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成为判断是非 善恶 美丑的标准 毛泽东认为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是镇压的机器 认为民主是手段 不是目的 这些都是他的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 而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学说 则是毛泽东的政治学说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逝世之前 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学说 最受推崇的时候 所以在无形制度中 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学说 有着重要作用 几千年形成的 以王权思想为特征的文化传统 其积淀比新形成的价值体还要深厚 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 君主是至高无上的 君主是全社会的宗法大家长 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 是治乱新亡的决定因素 是全社会的最高教化者 政教合一 是认识的最高才觉者 君吉父 君尊臣卑 忠孝一体 臣民必须自觉认同 为子为臣的卑贱地位和工具属性 恪守本分 尽心从事 王权主义与人格平等 个人尊严 个人独立 是对立的 依附 盲从 奴性 是王权主义的产物 这种以王权为特征的文化传统 经过几千年的实行 已经深入到中国民间 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 它随时随刻都在起作用 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制度 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和共产党的价值体系 相沟通 成为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 例如 杀身成人 舍生取义的传统思想中 把人理解为牺牲 小我为大我 把义 理解为共产主义 就会产生很大的精神力量 软制度 不仅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 而且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 这种社会心理是极权制度的社会根源之一 杰克前总统 著名学者哈维尔 曾深刻地反省道 在我谈到崩溃的道德环境时 我是指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全都顺从了这个制度 都把它当作不可改变的事实 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 换言之 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 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 没有什么人只是一个受害者 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制造了这部机器